抖音到底在全世界它的穿透率是多少 我去看 有一個趨勢的統計 我們台灣的穿透率只有27.5% 可是在沙烏地阿拉伯是全世界最高 它的超破率我不曉得有沒有看錯是116% 不是什麼意思 是一個人有兩個帳號 那總之 因此就有一篇研究很奇怪 它是針對避孕器跟抖音 就是說 Hashtag避孕器IUD 在抖音上面談論的 這樣也是一篇研究 那我就很好奇 就是這到底有什麼好講的 結果裝了避孕器 有些上面有百分之二十幾 它們會對IUD產生敵意的攻擊 就是這個裝置讓我很不舒服 那另外有些就是還好 那有些是請教 我現在裝了避孕器 到底它怎麼樣 所以這個是一個趨勢就是說 當一個婦女或者是一個病人 她在接受某種醫療制裁 尤其是釋款嬰兒 她可能會尋求社交媒體 那社交媒體現在 我所能想的就是IG碼 臉書碼 YouTube碼 或者是TikTok 那TikTok目前在美國 有一個研究就是 在美國有1.13億 還是1.17億的人使用TikTok 有TikTok的抖音 上一次川普在選總統的時候 有一個美國的大媽用抖音的帳戶 然後虛過就是因為你要去參加這個招式場會 他說你要說那你要給我一個 他就用虛過的那個抖音的帳號 就買了就登記了很多空位置 事實上那個人是反川普 他是不去的 所以川普一到會場 他的工作人員也跟他說 老闆這次去人山人海 外面已經排了一兩百公尺了 結果川普到那個現場 奇怪怎麼 是一個籃球場 好像是一個籃球場 進去稀稀肉肉 川普進去都傻眼了 我記得那一次他回白宮的時候 我第一次看到他把領帶跟西裝偷出來 掛在那個就很頹匯 所以抖音到底在我們的 臺灣或者是美國 它的判透率 就是穿透率到底是多少 臺灣在那個全世界統計是很尾巴 大概占百分之二十七 沙烏地阿波第一名 一百一十六穿透率 然後再來 南韓跟我們一樣 南韓跟我們一樣 大概是一二十 奇怪 但是我的認知好像不止 那所以 最後的結論就是說 現在在接受醫療的 尤其是說試管嬰兒 和不應重治療的 他們去尋求社交媒體 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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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IG 可能抖音 可能YouTube 可能臉書 大概臺灣最常用的是臉書 或者乃至於 Nine的群組 或者是臉書的社團 去要嘛就是問大家的意見 問了 我現在在某個醫師那邊看 你覺得好不好 類似這一類的 大概就是臉書嘛 YouTube比較少 IG嘛 或者是TikTok 或者是Dotin 或者是Line 有些有群組 所以比較容易形成 比較大的社團 大概就是臉書 所以這些我在醫學生之期 這是我現在看的 都是不應徵醫學前衛期刊 就是我現在在看的 Fertility Sorority 跟Human Reproduction 最新一期我都看完了 那現在看的是 那個 Reproductive Biology Online 就是它沒有實際的雜誌 像Fertility Sorority 跟Human Reproduction 都有一本一本的 所以這個雜誌 一開始 它一開始就是Online 這是線上的 最近我們看到 機器人做Ixi 生下兩個寶寶 它也是選擇 正在RV 那個 Reproductive Biology Online 跟大家分享